当你负债或者过得不好的时候,尽量上去看朋友圈,这不是逃避,是尽量让自己尚受到刺激,本来已经够惨了。 如果你再看起曾经的好友帅的都是旅游,买车卖房,全家其乐融融,你的心里应该特别难受,特别孤独。 比如,现在的你,和以往不同了,虽然有时候,我们朋友圈有一些假象,表面上别人过得很好,但实际过得怎么样,只有他自己知道,我们洋装自己过得很好一次来获得别人的赞赏,从而填充心灵上的空虚,以及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 少接触,少刺激,当你看了他们的生活,你越发曾恨自己,因为你和他们区别越来越多,差距越来越大,你渴望回到曾经和他们一样的生活,可惜,现实早已经不允许了,所有请不要轻易的和比你过得好的人比较,因为你现在的状态,根本无法回到从前的生活。 如果一比较,我相信,这个时候你的泪水,肯定不会受你控制了,你如果非要去比较,那请你收起你的脆弱,暗自发誓,一定要比他们过得好,然后默默的的努力,他们玩耍,你努力,他们睡觉,你努力,他们吃喝,你依然努力,只有这样,不就的将来,你才会缩小和他们的差距, 甚至有可能超越从前,一个人的嫉妒心理来自于周围,来自于和自己能力差不多,但比自己过得好的人,这些人包括自己的同事,自己的同学,自己的亲戚,你仔细想一想,你会不会嫉妒马云,会不会嫉妒李嘉诚?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,你更多的是羡慕,为什么你不嫉妒他们呢? 他们都比你过得好呀,因为你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达不到他们那个地位,你认可了这个事实, 但是曾经和你成绩差不多甚至成绩比你差很多人的人,又或者是自己曾经的同事,自己的朋友,都比你过得好的时候,你开始嫉妒,甚至开始有点怨恨他们,并且开始渐渐疏怨他们了,为什么你会这样不平衡呢? 还不是因为你们抬头不见低头见,只有熟悉的人才有对比,曾经你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,凭什么他比我得到的更多,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扭曲心理。 所以,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,该自己默默的努力,尽量少去触碰你的朋友圈,以免带来你内心的不平衡,甚至是增横的扭曲心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